对对对 这个是我的家人 对对 我猜也应该是还有您的两位女儿是吧 我记得好像 我记得好像 您以前的就是像齐强的那些作品里面 好像没有出现您自己是吗 没有 没有看过全部 但我好像看了很多都好像没有您的 那这次突然有您 你能不能讲一下这个是为什么这样子 是一种很特意的安排 其实我不是现在 这个销售的风景中 才有我和我家人的形象 不是的 我从一开始就有我家人的形象 我在2000年拍最早的这个家庭院的时候 就是我的一家人 就是我的我夫人和我和我的大女儿 当时的小女儿还没出生嘛 就是我都是以家庭都过了 那么当时拍了齐强以后 齐强拍的时候是拍的是学生 有一些是我的学生 有一些是我朋友的中学的学生 那么在后来拍的齐强时候 我在2001年拍的齐强 那么2003年和04年到05年之间 我就开始拍了看海 看海其实就是我的家人 最早是我的家人回到故乡 回到我就是现在拍销售的风景的 一部分的那个区域 就是文昌的那个地方去观看大海 和那个当地的风景的照片 那当时的主角是我们一家人 就是我的父母亲 我夫人和我的大女儿 那么到了这一次呢 是应该是算是第三次用我家 就是用我自己的形象了 那么这一张你看到唯一的这张 为什么用我自己形象呢 因为这一张是我现在目前在海口 居住的一个海边的一个乡村 当时我居住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在这里搬过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已经慢慢的开始开发了 政府把这些所有靠海边的乡村地 全部都规划 那些村庄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也还是有些村庄 都被陆续的搬迁 就是变成那个商业的小区 所以我在他这个过程中 去拍了这张照片 你还看到那个画面 还有两只牛嘛 就是村庄就拆了一半 来建了房子了 另外一半还在等待着 另外一个开发商来去拆 所以说当地的村民 都还在这边原来的地方去放牧 那么现在放牧那个位置 里面放过的位置 大概几百米的地方 现在已经开始建 中国最大的免税商店 可以说是亚洲最大的免税商店 现在主体的建筑都已经建好了 差不多就开始做装修了 所以说时间多快 我是21年拍的 那个时候21年才开始做那个框架结构的建筑 现在已经基本上都已经外 就是整个的一个建筑物都建起来了 非常的壮观 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区域 就是和我和我居住的地方紧密关联 因为这一批作品拍的全部是和当地的风景 紧密关联的人 都是具体的人 那么我也是这个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具体的人 比如说我的家乡我是具体的人 那么在我身边这个这张图片的地方 那么没有就几公里的地方就很近的地方也是具体 所以说整个就是研究这个用在地的人 去观察在地之身的变化的这么一种图像的样式 或者这么一种关联性来去拍的这个 然后我们想一下另外一个系列 这个系列你当时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你是说那个学队在这个世界活得好一些 就那个高尔夫球那个 对对对对 对对对 这个这个其实还在和我刚刚讲的那个 就不断地持续地观察 在时间中去累积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理解达到一种领会的状态 所以说当我获得这种领会以后呢 我在面对所有的变革 所有的变化中呢 我的那种内心世界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这时候就发现了我的批判性 是有了很大的差异 我这种批判性它不是一种 就是说一种完全那种 一种就什么一种对抗的撕裂的 这么一种方式 所以我发现我重新退回到现实生活中去 去领悟或者去在现实中去 去面对这样的这种困境的时候 就是当时这种疫情的困境的时候 我的那种内心的抵抗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 一种暴力的那种反抗的心理 而这样的话 我觉得让我变得更加焦躁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 我的那种关于观察和观看的理解 还有关于对于这个病的理解呢 其实是给我带了很大很大的这种滋养 所以使我能够讲 所以可以用这句话 就是在这个学着 要学着是个动词 它也是个实践的概念 所以说学着在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面对这个复杂 而这种困境的世界 我们受到的巨大的伤害和控制的时候 我们怎么死之身变得更加好一些 这种这其实是一个反思 是一种批判 也是一种自我抵抗 所以这种方式就有点像 传统的知识分子 或者传统的世人 他在就是有一句那个话 就是帮无道 就是隐居山林 隐于山林 这个概念 这其实不是一种逃逸的概念 这其实是一种积极的抵抗的 另外一种意识 所以这种学着过得好一些 其实是要逃离这种被控制 和这种中心 以及这种控制的这种状态 以及这种伤害的状态下 的一种逃逸 就像德勒斯说的那种逃逸 这种逃逸就是逃离那种 中心和权力和这种控制 和这种伤害的控制中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 等于是一种自我解放 所以说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 这么一种观念性的 这种思考中的一种释放 所以我在当时在狱青那一段时间 其实我也是在家里 但是当时面对着很多这样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 其实人是非常的焦躁 也有着很强烈的这种反抗 一种非常非常的 这种暴力的冲动的这种内心事 当时又是无从释放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是偶然的就看到了家里 放了一个旧的球杆 因为我以前偶尔还打打球 但是后来也打得很少 但是那个杆就丢在家里面 就已经很旧了 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 就天天看的东西 而且还要思考 所以我觉得人生是你需要运动 所以那个时候就通过改造 这样的指的球的方式 来去做一个身体的舒缓的运动 这仅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冲动 那么当在这个舒缓的过程中 我发现这是不够的 因为什么 因为这仅仅是在身体的运动中 它只是消解了这种紧张感 但它没有能够实现我的那种思考 那种抵抗思考 那我在当时觉得 我如何去实现这种思考 我如何在这种抵抗中 获得一种自我的这种 这种什么 就是叫做 可以说一个叫做自我的解放 这种解放不是那个表面的 身体的解放 是在于这个内心 和这个内心世界的内在的解放 我说那个内在的解放 我也没有一个词能够形容它 那这种词呢 就西方宗教里面的这个 叫做救赎 对 救赎它也不是救赎 它也不是救赎 它应该什么 应该是世纹的那种山灵的 就是山灵的这个那种精神世界 那个山灵的精神世界 不是现实的物理的自然山灵 而是在那个内心世界的那种 野性的自然的山灵 这个山灵就等于是 就有点如果要是从神性的承认来说 就有点像基督教的自我救赎 这种方式 它有某种 但它还不是这个 生成于这个概念中的 而是生成于世人世界的那种 那种那种就叫做精神王国 这种精神王国 它不是个物理性的精神王国 但它又和物理紧密关联的 一种精神王国 所以说呢 我当时在这种状态下 我在这个紫德高尔夫球 被制作出来的过程中 我觉得都是一种这种 这种自我抵抗的方式 比如说我在家里使用的 就是擦擦嘴巴的那些纸巾 或者是擦擦桌子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 这种清洁的这些废的纸巾 或者就是说 我写的一些小东西 我把它揉成团 就再用一个白纸把它包起来 我觉得就像个球一样的 我可以在家里去玩爽 但我这种玩爽是不够的 我必须要去把我这种 真正的这种 解放的冲动给实现出来 所以说开始去看家里 有些什么东西 我发现因为我爸 整天看报纸 他有个习惯 他的报纸都是不丢的 基本上放了半年以后 累了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再慢慢的再选一次 就清理掉 所以我们现在家里 永远都基本有几个月 到半年的报纸 到现在还是这样 所以我就突然发现 我家里竟然有19年的报纸 2000年 就1月份的报纸 还有18年的报纸 都有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开始 觉得报纸上有很多文字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能不能通过 通过报纸的文字 剪贴各种字来 去重新组合一些词语 这些词语就表达 我每一天对这个 整个这个现实生活的 这种理解的冲动 我用一些词来去 去概括我的这种 每个那个时候的 这个心理的冲动 所以我就选择了很多词 每一天我想到什么词 我就去剪了几个字 两个字的词 我就剪两个字 四个字我就剪四个字 那这些字呢 它又不是完整的字 所以我必须在每张报纸中 去找出一个单字 把它剪出来 有时候就会出现 那字是大大小小不一样的 那么有时候这个字没有呢 我如果没有这个字 因为当时有很多敏感的字 比如说吹哨 其实压根这类 报纸上不可能有这种词的 那包括一些什么 什么什么必谣 什么造谣 等于类似这样的一些 这种在当时是很敏感的词 是不会有的 所以我就只有从 这个字的那个偏旁 剪个偏旁 那个字剪个偏旁 就用各种的偏旁 把它组合起来 就形成这个字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又我突然发现 它又变成一个游戏 这个一个自我解放的游戏 那这而且在这个 自我解放的游戏中呢 又不断地形成我 对这种抵抗的这种行动 也就实现了这种反思和批判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又慢慢又加上了很多 报纸上有很多肖像 因为这个事情 不是挺和我有关的 和整个我们整体的 人类是有关的 所以我把很多的形象 简直就贴上去 用通过这个来去隐喻 这种关联性 而且来通过这个来去 实现我自己的那个 活得好一些 的这种生活实践 所以我把这个称之 这条一个生活实践 也把它成为什么 就是在一个时间的纬度上 所以还是海德格的那个 时间的纬度 真正启发了我的这个 这个东西 所以所以我的很多的作品 其实围绕着这个东西来展开的 那么那么这个后来 因为很想把它 就是也想能够把它给 就是被别人看到 但是呢又控制很严肃 有时候又没办法被人看到 所以就成了一种什么 就成了一种自我解放 一个模式 也像自我救赎 就是我通过自己的救赎的实现 来去实现在这个 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分子的 自我的改变 是这样的一种 这样一种冲动 所以当时又做了一些海报 但是海报我没有去公开发 就是这种海报成为一种 自我实践和自我实现的一种 就是类似像一种 一种三远精神 和自由亡国的这么一种概念 大概是这样吧 我觉得刚刚 初次看他这个 高尔夫球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奇啊 他呈现了几个 非常有意思的层次 所以那个球的组织 就是一个隐喻 用报纸 然后呢还跟那个 有关系 刚刚刚欧芬已经介绍了 就是要寻找关键词 而我一直在传播学院工作 其实叫传播学 对我来讲 其实某种意义上传播学 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也简单 传播学说简单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两个类 第一个是关键词 所有传播都 以关键词为中心 所以今天我们在网络上 寻找资料和找材料 甚至某种程度的监控 其实都是一个关键词书 所以关键词就构成了 其实某种意义上 关键词的组合 就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世界的表象 为什么今天的世界的表象 当然第二个 传播学的第二个内容 就是几种剧法 就几种剧型 这几个 如果把复杂的 所有的交流套路 如果简洁的话 其实就是几个 简单的剧型 而且这个剧型 跟我们以前学技术文 是一样的 就是五个W 就是谁 在什么地方 什么原因 为什么 以及如何 就这几个东西 所以这个关键词 其实在今天的重要性 是浮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但是 一般人受它影响的同时 很少关注 我们可能在传播学 这个问题很大有兴趣 所以我看那个 无分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起来 就是这个报纸的寓意 它用这个报纸 做成一个球 第二个是关键词 第三个就是这个游戏 刚刚已经说过 这个游戏是一个 紧张心理的缩缓 这几年 疫情状态之下 除了我们所看到的 这种疫情的防控 其实它被我们心里 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 就像我在中大 我跟那些中大的 这个心理咨询的那些 负责的老师聊天的时候 他们都跟我说 现在的心理咨询压力 那某个时候呢 它一旦爆发了 就是搞不清楚 搞不好 真的又毁灭心 那么怎么办呢 从心理上来讲 在不断地疏 就不断疏 要有一个渠道 不断放出来 不断放出来 把这负面情绪 有一个方式放出来 其实这样的话呢 刚刚吴奔说得很清楚 就是这是一种舒缓 然后盖尔夫球呢 这个运动 它是个舒缓 这是个游戏 在家里面 在有练习场 你可以打球 所以现场非常好玩 就变成一个 练习场式的一个盖尔夫球 但是盖尔夫球 对于中国 其实我们继续 从一种象征的意义上来讲 盖尔夫球 对中国也是非常巧合 因为在加拿大 其实盖尔夫球 就是盖尔夫球 我们的话 有很多盖尔夫球场 我们知道 在加拿大 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其实盖尔夫球 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球类 它不代表任何东西 你只要需要的话 你其实花很少的钱 你就可以去运动场 那个练习场 去买一大级球 去打个够 有很多盖尔夫球场 是不用钱的 你是提前去玩就是了 但是盖尔夫球 在中国很长时间 它是财富的象征 甚至我们已经知道 凡是能打盖尔夫球的 都一定是富豪 一定是高官 而且盖尔夫的 这个俱乐部 那个时候 这个刚刚开始 富裕起来的中国 我们都已经很震惊 一张盖尔夫 这个贵宾卡 三十万 哇 我们都说 三十万很厉害 所以这个球在 所以我觉得 我没有问过 部分学法 选盖尔夫球 这个问题 但盖尔夫球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 以至于我们国家 虽然我记得 还曾经有个 那是严令 这个取消 或者说是 这个各种高尔夫球场 因为它暂地太大 太多 而且它成为 这个高尚住宅 豪华住宅的 一个必备条件 就当我们把这个房子 价提的很高 这是一个富豪 去的地方的同时 一定告诉大家听 这里旁边有一个 什么高尔夫球场 等等等等 这样的话 一个影运 这个影运在国外 他们也许 不一定完全反应过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把这个混在一起 就呈现了 同样体现的 翁翁兄的一个 创作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思路 不变中的万变 有灵感 有一种 突然之间的一种感受 因为它在 在它的艺术里面 其实以前从来没出现 高尔夫球 但是它出现过体育会 运动会 我知道它在早期 这个拍摄的时候 有过这个 这个运动会啊 非常滑稽的 非常有幽默感的 一种运动会的一种照片 如果要联系 可以有这样的联系 但是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高尔夫球的这个形色 就变得很有意思 但是在画面里面 就转换了 大家来看展览的时候 今天我们看展览 不是一个简单的观折 来看墙壁上的作品 然后通过墙壁上的作品 来和这个有关的介绍 来举着 艺术家的 表达的意义 其实今天的展览 更多的是一个参与 参与就要在现场 制造一个参与的一个 内容 高尔夫球就是一个内容 大家就先打球再说吧 打球当中你就会体会到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今天 其实这个文婚兄 其实提供了这么一个作品 然后我们在画面 把这个作品摆起来以后 其实我们也知道 今天的美术馆 即使是小小的 像我们这个展览空间 那么小的地方 但是人们进这种地方 这种画廊 这种展览空间 其实已经变了 我们不是来接受教育 我们不是来做静态的交流 其实我们恰恰要需要有一种参与 所以这个文婚兄这个作品 就把它在自己家里 舒缓心态的一种 浓发性的一种 日趋复杂的创作 变成了画面的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现场的一个装置 一个有参与性的装置 而且这是文婚 这一套作品的第一次展示 非常感谢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小龙你觉得呢 小龙继续问呢 的确 我老师回应一下杨老师 我暂时没有任何问题了 其实我是非常感谢 你们两位策展人 邀请我的这件作品参加展览 因为这件作品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它的意思 就像刚刚杨教授说的 高尔夫在今天的中国 它始终是某的一个 一种就是一个 它有一个潜在的 富的一个大名词 其实我从自己的 轻松的感觉 的确是有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 后来我不怎么打这个球的呢 其实有几个原因的 就第一次我在 被一个好朋友 就把我忽悠了 就说你别去参加锻炼 整天在你画画 他以为我画画 那么这样子不行 你就锻炼锻炼 去呼吸吸心情空气 到那个自然的绿地中去玩玩 就跟他说 哎呦还挺舒服的 是挺开心 但是说真正一打起来 而是很有兴趣 但是突然发现 一整天都得浪 一整天的时间都没有了 就早上开始准备到 打完就回来洗个澡 什么再吃饭 就一整天就没了 所以发生根本就没有 那个时间去打 而且打一次球 又特别贵贼贵 就是我就发现 这个运动确实不是 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做的运动 因为什么因为我身有铁铺 因为我经常到国外做展览的时候 有的时候空前的时候 我说可以去看一下国外的高富球场是什么样的 我发现很便宜啊 就我在澳大利亚 我一去看这么便宜才12块澳币 大概加财也就不到100块的人 人民币就跟我以前打野猫球一样 就是就是也是大概七八十块人民币打 打一场几个合起来打 其实差不多的 所以我都发现在那里 而且大家都都是很开心的 就自己拿着车就去去打打球 就跟我就是打别的球是一样的 我为什么会对这种感觉 因为我本身在高中的时候 我出动的时候是少年业余体校的 我是羽毛球专业的 专业体校的运动员 我们是上午上午话课 下午是训练的 所以说我是一个算的是 属于半专业吧 然后我的很多同学 是广东省队的那个 那个羽毛球运动 还有两个获得世界冠军了 所以说我算的是半专业的这种出身 所以我的运动特别特别感兴趣 杨教授提过 我以前有做一个和体育有关的作品 的确 那个是因为和我自身的 以前的体育经历有关联性 那么高尔夫的这种 他的运动特性 我认为确实在今天的中国 是不够大众化 他太那个什么精英化了 所以我后来 一个是时间问题 还有一个我觉得 我觉得在那里打球 也是就是不够回到 那个我现在所做的那种 那种艺术的那种实践的特征 所以我后来也 也有很多年没有去打那球 所以那个肝就放在家里 小龙你拿那个肝 我把肝寄给你 你看那个肝 是不是都已经破破烂烂的 就是那个肝巴 是不是被我用到烂的 是放在家里 放到发霉 从把它啃烂的 不是用到烂的 是那个巴 是发霉霉到烂的 因为我家的海边 所以说这种 这种影韵 其实也和我自身 是有的 有益的 因为他和我自身的运 运动的这种经历 还有和我在家里这种 就是什么都没得做 集材抓到什么是什么 所以说当时家里运动的器材 只有一个高尔夫球 该什么都没有 就天天在家里做服务车 也觉得很无聊 就是太极限了 所以说人在这个时候 所有能够自救的东西 都有它的意义 所以说这个是我 就选择他 选择这个高尔夫 是我唯一的选择 没有选择 所以这个反而 反而说明了 那个疫情那个阶段 我们的窘境和我们的困境 是多么的 就是多么的不一样 和以前是多么的不一样 我们几乎是没有选择 我们只有面对一个东西 但是在即使这样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那句话 就是学着活得好一点 还是那种 那种来自于内心的那种 那种解放的那种特征 我就讲那么多 对 小龙也有什么问题 好的 谢谢 两位老师都讲 讲了很长的 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所以也差不多了 不打扰了两位 要吃午饭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 好 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